六年的爱情长跑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六年了 我现在走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 我父母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但我男朋友家里丝毫不着急 没态度 且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不分手 不结婚 不负责 我现在对这段感情很迷茫 两个人六年间也被采米油盐 鸡毛蒜皮磨掉的耐性 这段感情我还要不要继续坚持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峰 二十六岁来自广东钢琴老师 有请 女嘉宾小陈 二十四岁来自广东声乐老师 有请 欢迎老妹 都是学艺术的是吧 是的 对 恋爱谈了六年了 对 想结婚了 对 不结婚不分手 想结婚 想结婚就能结 为什么不结呢 因为现在还存在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那咱们就说具体的 我觉得他的态度 在我这边看来的话 他是不想结婚 为啥 因为这六年呢 我们都是互相见过父母的 但是我只见过他两次父母 他和我的父母联系得比较频繁吧 那我父母这边就肯定非常的着急 但是呢 他父母那边就丝毫没有意思 没态度 那你为啥这么多年只去了两次呢 你也可以多去去啊 他没有主动提 那我就不会主动去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 你父母看上这姑娘了吗 看上了 其实我工作员是在珠三角一带 所以呢他们家刚好也是在珠三角一带 所以回去很频繁 我自己的老家 我自己也很少回去 你回应了第一部分吧 嗯 就是为什么你见他父母多 他见你父母少 对吧 是 你用了一个物理距离上面的问题 嗯 回答第二部分呢 对 就是他的邀请 其实我之前是过年的时候 有主动跟父母提过这件事 父母也同意了 对 然后后来就把他带回了家里 然后两次 第一次呢是十天 第二次半年 所以就是在半年这个生活的打磨中出现一些棱角 棱角不是会被打磨掉吗 怎么越打磨越有棱呢 我先说我自己的感受吧 我觉得这半年非常的不愉快 哦 因为呢 我们俩都是独生 我去到他家里那半年要做家务 我觉得他们家人就好像感觉 这个事情就应该是女方来承担一样 然后呢 他父母会觉得我身体不好 他这个反馈给我呢 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在想我身体好不好 能不能生孩子 他的感受对吧 不完全对 因为这个身体方面确实是 咱们有病就得治嘛 我的父母是这个想法 因为我自己跟父母沟通过 我自己都不怎么想要孩子 你父母到底认不认他吗 认 你认就OK嘛 人家就想结婚嘛 那给我的感觉是不认呀 他父母从来不联系我的 跟我的家庭也没有联系的 长辈联系晚辈这事儿确实说不过去 晚辈联系长辈就好了 是我有联系 但是呢 我感觉他们的冷漠回应让我不想再 你们俩提过订婚的事儿吗 我父母在提 他父母完全不提 又认了为什么不提呢 我母亲嘛 她是家庭妇女嘛 然后我的父亲呢 是专业人士 所以他们对社交方面是 存在一点恐惧 我是想知道态度 而不是想知道恐不恐 你父母对你们订婚的意见和态度是什么 同意 他说你喜欢那你就去追求 那为什么没订呢 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呀 他们完全没有付出行动呀 而且过年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家大爆发一次 我父母在劝说我 说让我跟他分手吧 因为这六年丝毫看不到他们家的态度 然后我就去询问他 他在微信上面呢 跟我的联系很少 他还是那样子 没态度 然后我就说分手吧 他就把我拉黑了 我也火了 我就告诉我爸妈了 然后我妈妈就去 说他了 打电话了 然后他这个时候才着急 然后他赶紧从汕头跑到东莞来找我 他这个时候才说了他的态度 然后那几天他才让他的父母 估计他那个时候才开始沟通 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 他家才有了反馈 这是六年唯一一次的 跟我妈通了一通电话 那这个反馈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们家意思就是说 觉得可以订下了 订婚的事宜 这个你来说吧 你们家什么意思 好 因为他的老家是西安人 人情事故会相对来说比较重一点 会想要去摆个酒席嘛 但在潮汕这边就会想着 如果咱们办了酒席 应该是南方来负责这个酒席的费用 那么这个酒席的费用 其实也是给我父母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根源 因为我父母也快过退休了 我不想给他们太多的压力 所以我也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 后来也就打了这通电话 我没听懂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觉得他们家有压力 你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都还没谈到我们家要求什么 他们就已经觉得有压力了 人家都没提你来的什么压力 这好像是您自己想象的 没有 没有 他父母有说过 他父母的要求是什么 办个酒席嘛 结婚办个酒席很正常嘛 对 然后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一些彩礼方面的 虽然说他们说给多少就是多少 对啊 给多少就是多少 人家也没说要多少钱嘛 那有啥压力嘛 但还是我们自己的面子问题吧 因为我会觉得给少了也不太好 对 然后办婚宴办得不够喜庆也不太好 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那我年纪越来越大了 我又不是永远18 那我会焦虑好吗 我父母一直在给我施压 都觉得你们家太没态度了 每天都是问我想怎么办 我就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了 听出来了 太极拳打得很好 你到现在密不透风 就我听了半天 如果我作为女方的父亲的话 我也不知道你们家到底是个啥态度 其实就姑娘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嘛 就是我们能不能订婚嘛 能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嘛 这个结婚我真的是给不了一个举起的日子 为什么呢 就还是自己的那个 你自己的什么嘛 你是不喜欢这个姑娘 不看好这段情感 没关系没人逼你啊 就是可能在我的爱情观里面 玫瑰跟面包 我会认为面包会更重要一点 那你就不该谈恋爱 按你的逻辑是 你没有面包对吧 那你招惹一个姑娘招惹六年了 那你消耗了我六年呢 你看她肯定会这么说 我这么看来我觉得婚事遥遥无期 姑娘你给个说法 一种情况就是 人家继续挣面包嘛 对吧 面包合适的时候 反正肯定就是这只玫瑰了 对吧 对 确定啊 确定 但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面包 话而言就是 我们俩可以继续谈着 你是爱她的 我理解对 可以订婚 可以订婚 有个周期 对对 没办法确定 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 我什么时候能正式娶你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大家这话说太不负责了 所以你会给她期限吗 我先希望她跟她家人沟通好 这跟她家有啥关系啊 你嫁的是她 是 那也得让她家人 跟我家人有点联系好吧 我们让家长的事情 家长去谈好吧 我现在你什么时候娶我 我都可以 但是不要让我父母 再给我施压了 我感觉好丢人啊 为什么叫什么时候娶都行啊 你现在还想嫁她吗 我觉得 我们这样 我们把那个俗事放在一边啊 男生一直认为那是面包嘛 咱们说点玫瑰 好吧 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 越来越不好 从什么时候开始 感觉这三年吧 就是我们越来越不同凭 这个不同凭指的是什么 她学习的时候 我不想学习 然后我学习了 想拉上她积极地学习的时候 她也不想学习 我们俩运动也是 生活上面不同步了 对 认可吗 认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 为什么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以前我是很幼稚的 练个半个小时前 看到她在打呼噜 我说起来起来 学英语去 我会这样 但是现在觉得 她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我们在一起就会有联系 分隔两地的时候 当然她就不跟我联系了 她就会可以 你们到底多远 东莞到佛山的距离 没多远吧 300公里左右 对 但是她不给我发微信消息 她不给我打电话 她都不会主动做 都是我在主动 有时候遇到着急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联系不上她人 那就让我好劳火 你还爱她吗 爱 爱她什么呀 这种感觉我说不出来 那你描述一下 你那个爱的感觉呗 最开始可能是因为心动吧 我就说现在 最开始我相信一定是爱的 现在我觉得我们俩 越来越相似的 偷懒相似 饮食相似 就是习惯了 对 女生呢 她已经习惯了 就是说可以把我放在最后一位了 我觉得她的家人 朋友 同学 她的学生都是排在我前面的 我感觉我地位好低下呀 那你接受这个地位吗 我不接受 并且她一点都不太浪漫 比如说这六年间我们情人节 像520啊 或者是我们生日啊 什么这些 她都很少跟我过 然后也很少送礼物 到了今年的五月份 就是我们恋爱六周年 她明明答应我的事情 她说要带我去惠州海边玩一下 然后她没有 她说她换一个戒指给我 然后呢 这个戒指呢 是一个翡翠的 见面的戒指 并且是跟她朋友要过来的 她没有付钱 就是这么的不走心 关于翡翠这个事情 核心不在翡翠 核心不在翡翠 你觉得核心在浪漫 核心也不在于浪漫 那您给一条名路 末世嘛 关心少 成不成人 我换一个词吧 你有没有觉得 你们现在这个感情 特别像结婚很多年的 婚姻即将成为一个工具 或者死亡的老夫老妻的感情 彼此都很熟悉 对 也不愿意 对对方有一些什么付出了 我指的付出跟钱没有关系 我是指在情感上 客观 我觉得有 确实是像您说的 有出现过 就是说 有些时候会有点累啊 但是呢 我觉得 有些时候 我是可以去 做一些攻略啊 想着两个 我问几个扎心的问题吧 你现在到底是想嫁给他 因为爱要嫁给他 还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 我们谈了六年 我不嫁给他了 我就没面子了 都有 如果他现在 非常明确地跟你说 我不娶你了 你能接受吗 不太接受 他必须得娶你 对吧 所以这好像跟爱 已经没有关系了 如果他说他不爱我了 那我就接受 只要他说他不爱你了 你就接受 所以这好像跟婚姻 又没什么关系了 但是 总是要有一个结果的呀 结果就是他 他说他给你结果啊 但是没有期限 那这个就像在 给你画大饼一样啊 那什么时候 才能倒个头呢 我只是觉得 我现在是越来越浮躁 越来越焦虑 我有一个时间在沉默的 你会越来越好 而我呢 我会越来越老 为什么他会越来越好 你就不能越来越好 而是越来越老 我指的是青春上面 青春和时间 老天爷跟每个人 不都是一样的吗 但是我觉得男生的话 他们好像没有 这方面的困扰啊 看来我们都不属于男生啊 我们是有的 你父母到底什么意见 说实话 最开始是犹豫 因为确实半年中 出现了一些矛盾 但是后面我是坚定的 怎么才能进你们家的门 主要看我的意思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同意 同意我知道啊 但是姑娘现在 不就要一个这个吗 可是你们迟迟没给嘛 你大概同意了三五年了吧 嗯 对 结果呢 对他来说 他是一个要结果的人啊 我们看到的冲突 就是我看到的冲突 其实并不来自于 所谓的沟通 而是姑娘觉得 现在该瓜熟地落了 对吧 你可能觉得瓜是熟了 但是地不能落 是准备让那个瓜烂在地里头 对吧 不 那给个时间啊 人家要的非常明确啊 一年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的话 我能接受 为什么是一年 我怎么感觉像我逼着你要娶她 我没有逼 我来问几个问题 我们开诚布公好吗 嗯 好 我想知道这个女孩进你们家 有什么门槛吗 不要懒 其实说白了就是 这个女人在勤俭持家上 大概不符合 你们家的标准 我理解的对吗 所以这叫第一门槛 第二个门槛 敞开了说吗 不用遮掩 在学业上有一定的成就 不是你是娶媳妇还是娶博士啊 那您直接找一博士 这是我们家的门槛 我们家的门槛 不是我的门槛 哦 来 对对对 对 第二个 第三个门槛 没有了 就这两个 那就显然 这位女性 在你父母那儿没有得到认可 那你怎么会说你父母是认同她的呢 对一个人有这两种看法的时候 是不可能认同 这么说吧 就是我父母是听我的意见的 所以呢我刚才说的这两个门槛是他们的门槛 我跟你说但凡站在这儿说 我父母是听我意见的 我就理解为你的父母不支持你娶他 是 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接下来问你 你现在娶他的难度在哪儿 就是刚才说的面包 好 对 来 开一个你娶他的条件 我觉得开一个条件本身就自私的 你现在对我不负责 你也很自私 包括你家都很自私 而且你们家是什么条件 你开那么大的条件 来来来 还有门槛的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问清楚了 结婚这事不能强求 说吧 你对未来的婚姻是怎么打算的 咱那个婚事打算怎么个办法 说一个 是按你们当地的来 还是按我们西岸的来 按西岸的来 别呀 我们嫁过去 我们按潮汕的来 他并不打算就在潮汕那边待 他打算在珠三角这附近 不是 就是 我们娶嘛 从从 从得找一折中的娶法吧 来你说说 你打算怎么娶嘛 都一年 就说一年以后了嘛 那就说明这件事 已经考虑很久了嘛 说嘛 我先问清楚他 我好跟你谈啊 好 要彩礼吗 要 彩礼大概什么区间 十到二十万 就十万也可以 二十万也可以 对吧 对 行 还有啥条件 希望我们两个人 工作都能稳定 有一个平台发展 然后再慢慢慢慢地看看 家里能不能 我们双方父母都支持 给我们开一个培训机构 是这样子对我们规划的 我父母 怎么接着婚就成了 开公司了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 不是很稳定嘛 父母也担心嘛 对呀 你工作都不稳定 你招着急 结什么婚呢你 接着说 然后就没有条件了 学钢琴的 嗯 对 带了多少学生 现在 有五六个吧 对 现在带一学生 一个小时多少钱 各个区间都有 下到一百的 上到两千的 像您这个区间 至少应该五百吧 差不多 他提这条件高吗 不高 能完成吗 能完成 所以迟迟没有结婚 或者没有订婚的阻碍 到底在哪 我们在消费债方面 太太过分了 就是我们会消费 很多很多东西 导致处于一个负债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需要父母的帮助 但是呢 我们又不想给父母 太多的压力 是你们不想 还是你不想 是你不想 对 我不想 对 我的父母 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我父母付出的 比你父母多太多了 我怎么觉得 你是充满了仇恨呢 姑娘 那为什么还要 嫁给一个仇人呢 咱们不应该结婚 开开心心的吗 因为他这么多年了 他都是这个态度 他没态度啊 我觉得态度问题 太重要了 他没态度 你当时就可以跑啊 当时年纪小嘛 恋爱老嘛 现在呢 现在特别清醒 然后就很难受了 进退两难了 为啥进退两难呢 下不来的不就是面子吗 不是面子问题 我也爱他的 我觉得我们这六年间 不是爱 你们就裸了婚子得了 冲破一切嘛 爱情是伟大的嘛 咱冲破它 好 那如果冲破一切的话 我父母对他 也不是很满意啊 这方面就是我一直在跟我父母沟通 冲破一切是你们俩彼此相爱 我在努力 我在跟我父母沟通中 我就是 别沟通了 你们俩就私奔了吧 我有这个勇气 他有吗 当然有 当然 确定吗 确定 那我凭什么跟你奔的 但是只要贷款公司 不每天打个电话给我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俩负债对吧 所以还是有家属在身上 你们 真是活得木气沉沉的 我现在明白了 核心还是说出来比较刺耳 我听到的 我爸妈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儿媳妇的料 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媳妇的料 谈着吧 是 有最诚的 实话实说就是这个嘛 女生也很简单 这不是最如意的郎君 只是六年了 碍于青春 你认为的青春也好 你说的面子也好 对吧 不管是什么 你觉得下不了这趟车了 这不就旗鼓难下吗 但是我提醒你们的是 如果没有爱 非要逼着某一方娶一个人 或者非要逼着某一方去嫁一个人 我自己认为这是不到的 行了 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文件 男生是口是心非 强颜欢笑 可这笑特别假 特别苦 女生啊 满眼的哀怨 到底是什么困住了你 这段爱里面还有多少的爱 没态度就是一种态度 绕绕绕绕 咱是不是一个男人啊 解断了吗 解决了就一起去奋斗 成一个目标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要面包是不是 可以啊 去奋斗啊 然后这是我们共同规划 不是你啊 两个人面包玫瑰都要有啊 所以我们面包你就不配谈恋爱 对不对 是 你为了面包你就不应该去谈恋爱 你做事业就好了吗 凭什么你已经拿着玫瑰了 你偏要说我要面包呢 差在哪呢 也不要拿父母的一点 去当一个挡向牌 其实就是你的意思嘛 你觉得不够好嘛 但还要站着嘛 因为你没有遇到更好的呀 你不觉得自己能够遇到更好的 所以把更多机会留给自己 把什么留给对方呢 太自私了吧 所以如果这段感情当中 自私这样的上风 那就没有爱了 如果说你们已经忘了 走的目标目击地是在哪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为什么一定要说 好 我们先定下来呢 定金是可以退的 但是感情付出之后 丝毫得不到 那是后悔 那是遗憾 如果是你真爱这个女孩的话 负责任 脚踏实地地做点真正的事 不要嘴上说得好听 原地不动 好吗 女生反复在说三个关键词 我专门记了 第一个你说 我要一个结果 六年了 我就要一个结果 请问什么是结果 结婚就是结果吗 不是 对啊 结婚只是一个开始 你和这样一个人 你自己都说了 不再用心的人在一起 即便由于时间 由于各方面的压力 结婚了 这是结果吗 如果你真说要一个结果 那这是一个可怕的结果 如果你们在一起的基础 已经不是感情 而是在计较我 时间耗费了多少 我曾经付出了多少青春 那么真走到一起之后 全部都是抱怨 第二个你说 他得对我负责呀 我谈了六年了 他怎么不负责任的对我 你是一个成年人 谁能对你负责 谁应该负尽你人生的责任 我自己 你都知道啊 你要求一个男人对你负责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第三个你说了 只要他说出他不爱我 我就走 这还用说吗 你看不出来吗 只要不在一起 就和你不联络 迟迟不去同意你结婚的请求 家里人也没看中你 事业上其实也没跟你绑在一起 用说吗 成年人很多话非要说破了 你才愿意接受吗 你想想 这都是你自己说的话 这个人 他在你的生活中 现在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 男生我真的觉得你 就从上场到现在 根本不像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 一直在打着关枪 绕着圈的说话 你就实实在在的说 可能对于谈恋爱来说 我最初喜欢你 但是对于婚姻来说 你离我妻子的那个标准 差距很大 你就坦诚地告诉他 没有那么多的爱了 也没有那么多的憧憬 我们就这样了 坦诚一点面对他 你们就都不难受 我的建议分开 把不适合的人在一起 确实浪费青春 谢谢 你太假了 就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社会上都会戴面具 但是我们戴着面具 我们一定会在某些人面前 摘下面具 一个跟你谈了几年恋爱的一个恋人 你在他面前都摘不下面具 说句实在话有什么劲吗 没有意义吗 我太理解你现在的表现了 你就打开心理防御了吗 为什么会打开心理防御 想分手吗 想分手 又不想被别人说 是我不对 是我不好 因为他很会指责人 所以打开了心理防御 所以不断装吗 所以越来越冷漠吗 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就没有勇气 我跟你讲一个道理 现在男生他不会拒绝 所以他用什么来拒绝你知道吗 他用承诺来拒绝 因为他的承诺不会执行 所以他用承诺来拒绝 你听到我都是承诺 但实际上是拒绝 你二十四岁还是四十四岁 二十四 你二十四岁 你叫什么劲 不就谈了一场破恋爱吗 认错人了 认赔走人 不就完了吗 很简单 就我就不知道 你们两个人在矫情什么 走人 认赔 你二十四岁 重新开一条道路 继续走啊 这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要苦苦等一个承诺呢 结果不是别人给你的 结果不都是自己找出来的吗 我找不到结果 我推进不到这个结果 那我就错了 那我换一个地方 我重新去推我的结果不就完了吗 你的结果是靠别人的承诺来实施的吗 就算你在等别人的承诺 请问承诺能给谁结果 一个人只有承诺没有执行的时候 请问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你二十四岁 二十四岁你就已经担心自己 将来我会越来越老 谁不会老啊 老了之后你没有价值 是你自己的问题 别人娶了你就有价值了吗 所以我很简单 非常简单 你们给我干干脆脆的 在这舞台上话给我说清楚 说明白就完了 先说你男朋友 你男朋友极其爱面子 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俩到现在 没有分手的原因 不是他不想分 不是他爱你 是因为他爱面子 一个爱面子爱的 连钱这个字都不愿意从嘴里说出口 觉得说出这个字就玷污了自己品格的男人 怎么愿意背上一个负心人不负责任等等这一些标签呢 他用面包来代替钱这个字 在场上他多次绕走 可能这就是他成长的一个环境里头造就的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觉得只要我弹钱就会有铜臭味 只要我辜负了深情 我就是一个不配再弹出那么纯洁的乐曲的人 所以他只好逼着自己还在这一桩恋爱里 就像他没有说一个钱字 但我们句句都挺懂了钱 他一个分手也没说 但你早就应该听出来了分手 我很讨厌一个女孩说 我的青春只有这么几年 你也耽误了我的人生 如果你那么容易就被耽误了 你活该你没价值 如果你要说谁此刻最有资格说 你要对这个什么负责 这是六年 我觉得你父母最应该说 因为你父母培养了你这么多年 供你读大学 然后学出来个啥 现在还得靠父母供养 你父母最有资格说 我把你从一岁养到二十四岁 你回报我了个啥 当一个女孩子不停地说 你让我二十四岁了耽误了我六年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毁了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是一个 过得开心幸福的女人 谁娶了你 谁就是娶了一个怨妇进门 你将会日复一日地重复这句话 男人只要回家晚一点 或者没有带孩子 你就会说 我跟了你十一年 我跟了你十二年 你毁了我的人生等等 你的人生这么容易被别人毁了的话 只说明你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团散沙 场上你男朋友讨厌在 他的这个清高很烦 但是你却堂而皇之地啃老 当你在台上说 我的父母比你的父母帮我们帮得多的时候 我心里一身叹息啊 要是我女儿是这样 我绝对不帮 帮什么呀 不就是给你们钱吗 不就是帮你们还债吗 你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教钢琴的其实挺赚钱 教声乐的好好做也是很赚钱 但你们的钱都去哪了 满足不了自己的一些物欲啊 如果满足不了自己的物欲 谁帮你们组建了这个家庭 你都会因为自己心里头的愈鹤难平 你会把这个家吃空掏空 让两拨老人都是为了你们变成赤字 谁敢娶你 你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媳妇 等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你给自己存好嫁妆 你给自己存好彩礼 才是你们可以向这个社会宣告 我们长大成人了 我们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人生担负责任的时候 我看到的其实就是两个巨婴嘛 巨婴谈什么结婚啊 你们放一放吧 你们结婚还挺悲剧的 男生我就觉得特讨厌那点 你怎么不能直面自己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不愿意负责任嘛 什么叫负责任啊 实话实说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你知不知道拆头缝的故事 东风厄欢庆博 意怀臭续 几年理所 错错错 我以为 你就是不爱我了 如果你爱我的话 那外界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都能解决的 并且我也会更努力 非常感谢四位导师 跟主持人 我几度哽咽听到大家的话 这确实也是我心里的一个屏障 我觉得有很多我的潜意识 在今天变成了意识 我愿意继续为我们爱 继续下去 我也愿意承担这份责任 谢谢两位请回吧 第二集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艺 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做预测吧 两个人肯定都出来 男出女不出吧 女生多少应该听进去一些吧 那肯定双出啊 双出 看看他们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所有正在恋爱中的男女明白 在恋爱当中请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 当你感受到你们的距离远的时候 请你们努力去修补它 当你们修补无果的时候 请你们学会放弃 否则拖的时间越久 对自己的伤害就会越大 回到那句话嘛 舍得靠智慧嘛 我觉得今天女生算是智慧开启了 男生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 你的人生不会快乐 因为你永远不敢去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 承担分手的责任 也是人生的重要责任 因为你是成年人 你做过的事情 不管是好是坏 你都要为那个结果负责 躲是躲不过去的